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读一下,嗯,十六国春秋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四库全书里面,呃,集出来的十六国春秋 那这个十六国春秋是早在北魏年间呢,由崔洪编写,一共是一百年二卷 这个是在魏书这个崔洪的传里面记载了 然后隋朝的隋书金极志和这个唐书里面都已经记载了这本书有一百年二卷 包括宋朝初年的这个礼访做太平易卵 然后也引用了这个书 同时也说这个书的这个卷数是一百年二卷 但是到了南宋 这个大家记载这个书的卷数已经不一样,已经少了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十六国春秋其实是已经 呃,失传了 然后呢 在明朝之后,他们发现啊,市场上又流行了一本书 也叫十六国春秋 一共一百卷 在万历,明朝万历以后出来了 然后大家都认为这本书 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呃,用各个的其他的相关的一些 呃,记载十六呃,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这些历史的书去 做对应 去对比 发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呃,可以 因此他们 学者 都认证这本书的真实性是值得 呃,信任的 另外呢 呃,有一些人 怀疑这本书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一个依据是 这本书 他在写年份的时候 主要是用晋朝的年号和宋朝的年号来写 而我们知道这本书 本来的作者崔红是北魏人 呃,为什么不用北魏的年号来写呢? 这里在刘知己的史通里面 曾经写到了这个 他的太医篇里面说 崔红的这个书啊 他全都是以晋朝的这个年份为主 就好像 半顾写的汉书 在记载这个 陈胜吾广还有项羽的时候 啊,一定是按照这个汉朝的纪念来写 然后陈寿的三国志呢 在讲这个 孙权和刘备的时候 都是以魏国,魏朝的这个 魏国的这个 呃 年号来纪念 然后所以呢这个 图销孙 明朝这个 呃 图销孙 他 就靠着这个 这一条啊 来 重新编写了这个十九九春秋 然后来伪装成原著 但是我们 为什么知道这个是图销孙的图销孙的伪作 而不是 崔红的原著呢 因为 在魏书里面还记载 这个崔红的儿子 崔子元 他向皇帝上奏 他自己说 啊 他刊登这本书的时候呢 呃 他自己写了一个赞序 但是我们现在手上流行的这本图销孙本 是没有这个赞序的 而且同时 史通已经说了 啊 在这个 呃 崔红写十六国春秋的动机 就是 呃 由于晋朝 皇室 呃 南迁到了 呃 今天的江苏浙江一带 然后 这个卫国 北魏的这个皇室呢 那个时候刚刚在这个 内蒙山西 还有这个 今天的河北北部 北京一带 呃 雄起 然后这两个 王朝中间的这些大片的中原广袤地区 呃 这件序列的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手上的这本书 也是没有这个表的 呃 所以 由此而推断 这本书 其实是 这个图销孙 呃 后面 自己写出来的 而不是崔红的原本 但是呢 我们 呃 通过这个考证对比 发现他里面的这些 呃 文字啊 基本上都是从 古代的那些书籍里面抠下来的 也就是说 他基本上都是 呃 有有理有据 呃 编辑在一起 而不是 图销孙自己 瞎编乱造的 所以 从这个 历史考证的角度上来说 他还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 这本书的第一卷呢 就是讲 呃 石油国春秋 这个 最开始的这个 发起人 我们叫他刘渊 在禁书里面 把他叫做刘渊海 因为他跟李渊的 名讳 是一样的 呃 这个禁书 我们都知道 是唐朝人编写的 所以要 避李渊的名讳 把他叫刘渊海 呃 这个 地方 由于不是唐朝人写的 所以叫他 刘渊 刘渊他是 匈奴的后代 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历史记载 匈奴其实以前也是 呃 夏朝的后人 所以 呃 很多 学者考证 发现 匈奴人其实就跟我们 呃 中眼人是同一群人 然后当然这里这里讲了很多匈奴当年的历史 这个是从呃实际上就有开始记载 匈奴一开始 呃在北方 只是某一个 部落 有很多部落 然后 过了一千余年之后 终于有一个叫 莫 莫读的 一个呃 非常英明的首领 大帅也 匈奴人民 转了起来啊 攻攻破这个东湖 然后在西边 然后在西边又 打败了 越之 然后同时降服了这个 仙灵 呃 丁灵 然后同时又 呃 向向南 进攻 呃 燕国 还有赵国的 代郡地区 呃 把领土扩张得很大 同时 由于击击败了 北方的各个的 其他的游牧部落 嗯 吞并了很多 呃 这些游牧部落 使得他一共有 40余万的 这个骑士 当年汉高祖刘邦 呃 非常 这个担忧 这个匈奴的 这个势力强大 还曾经 呃 让这个宗室 刘静 呃 带着他的这个 宗室的公主 嫁给了 墨独 然后相约为 兄弟之国 所以 呃 这个刘渊的话 就说 呃 相当于他的 母系 是这个 汉朝皇室的 这个女儿 所以 他算是 汉朝的 外甥 所以他 也姓刘 于是呢 后来他造反了之后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 也是叫汉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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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